要就是三個動作 一先把資料清空 所以盡可能 我想你們有些 如果程式戰時還打不出來的話 慢慢要習慣 有些還是該稍微記憶的 還是要稍微記憶 但是不用死背 用理解的 OK 某個範圍裡面 後面給它一個range 哪個範圍到哪個範圍 點clear content 然後呢 K等於哪一列開始 並且比對一下 這個範圍裡面 跟這個比 它一定是這個比這個 那這邊如果一個範圍的話 在那個 excel的公式裡面 是用一個陣列 陣列的話呢 剛剛是利用什麼呢 那個small 這邊是一個範圍 對不對 然後再配合什麼 control shift加enter 在excel裡面是這樣子 可是在VBA裡面 是 用什麼呢 VBA裡面就是一個回圈 有沒有 這兩者差異在這裡 所以以後如果你需要用到陣列 control shift加enter 如果你不喜歡用 control shift加enter 像我就不是很喜歡 為什麼 因為control shift加enter 它是一個回圈沒錯 可是它看不到 它很多地方你會覺得很抽象 而且要很狹隘的在那一行裡面 全部把問題給解決掉 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 我寧可用VBA來 而且一目了然 for i 等於1到2到12列 當然如果未來你要把這個12改成活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追蹤的 這個我們前面都寫了很多了 我的習慣是從A2 向下 然後 前刮弧 xl down 抓到它哪一列 有沒有 roll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就是最自動的 將來如果資料增加的話 也許你優惠一個表單 它資料會增加的話 那會是活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自己再改一下 那 比對的方法就是 這個 如果跟這個相同的話 一直往下比 一個 id 意思就是說 往下往下往下 同一來有沒有 如果跟H2 比較一下 如果相同的話 ok 相同才去做這個事 不相同的話 它就怎麼樣 就跳過 所以剛剛 為什麼只有一班出現 因為比對是一班一班 就會幫你搬後面的 二班的話呢 就跳過嘛 就不會幫你把 二班的資料搬到 那個出身格 自然也不會K 也不會加1 所以這個中間的東西是 如果上面這個條件 那這個有點像是 一個篩選器啦 你能不能過 你是 你這邊 那邊 ok 有點像是這樣 然後後面補一個end if 這個前面我們也寫了很多 而且會很有結構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部分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然後呢 你就是做完之後呢 在旁邊補一個什麼 補一個 插入一個按鈕 有沒有 這邊 然後把這個按鈕喔 把它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在這邊 加一個班級 這樣子他按下他 他就自動幫你做了喔 OK應該沒問題啦喔這個 那最後呢如果說你希望喔 老師那你說這個不要這個按鈕阿如果我下拉有沒有他就改阿不然的話再按一下很麻煩耶可不可以不要再多按按鈕當然可以不過你要想說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喔這邊其實還蠻重要的關鍵的地方一我要如何去偵測H2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有改變 因為我會需要執行那個程式的前提是因為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被改變喔OK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如果要撰寫程式一先切到Visual Basic 特別注意喔 我如果要偵測這個儲存格你要先知道他在哪個工作表 我是這邊叫VBA啦所以等一下你們看一下 要先知道他的工作表名稱 工作表後面記得瓜虎的VBA 請特別注意喔程式要寫在這裡 VBA 當這個工作表 工作表特別點一下上面喔 裡面的話他會跳出一個事件叫Selection Change 請你改成Change 不是Selection去是選舉區改變 我們要是裡面的資料改變 好 那請你把底下這個刪掉 意思就是說呢 當這個工作表 只要有改變的話 他就會執行這個程序 但是呢我們現在喔 不是 工作因為可能工作表裡面的其他儲存格改變 他也會執行 那我如果要 再做過濾的話 記得喔可以用那個 這邊有個Target 這個Target意思說你哪一個工作 哪一個儲存 這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改變 那我可以透過Target去去做判斷 所以判斷什麼呢 如果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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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說這個工作表的哪一個 儲存格 他會帶一個什麼呢 A310啊 就是他的位置 位置 記得用絕對的 一個前的符號 加一個H 前的符號加一個2 H2 絕對位置喔 不過特別注意喔這個地方喔 有一個習慣用用用法 而且特別注意不要打成小寫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打小寫 就發生錯誤 Zen 意思說 只有H2 他裡面的資料改變的話 才去做什麼呢 做 按下按鈕 那個按鈕在哪裡 在模組裡啊 所以其實喔 你要不就是把這個程式 直接call到那個if裡面 要不呢 不用啊 直接怎麼樣 用call的就好了 call什麼呢 call那個程序 那個程序叫什麼 叫班級 所以你就直接打一個班級 那他就會去 模組裡面找到這個班級 並且幫你執行 OK喔 所以這樣的話 程式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關鍵1 記得找到 一樣的那個工作表物件喔 也就是每一個 issail裡面每一個工作表 都會有一個物件 的對應名稱 如果說你要產生這個事件 Walksheet Change 判斷是哪一個 儲存格 如果這個儲存格 Change了 那我就呼叫 反之就 不呼叫 就跳過就對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這個按鈕就可以把它拿掉 然後呢 我可以點擊他 他本來二班 Change了 那他就會 幫你找到 Change了 然後 是不是H2 是 然後呢 就call 班級了 我們來試一下 OK 出來 有沒有 OK 好那也就是說 利用這樣的方式 以後 其實說真的 以後如果叫你辨識 你恐怕也沒辦法辨識 到底這個是VBA寫的 還是用其他方式寫 對那你怎麼分辨呢 其實 其實一般是分辨不太出來 除非你有學過啦 不然的話一般 但是你可以有一個好辨識方法就是 這裡面有沒有公式 有公式 那基本上他就不是用VBA寫的 除非說他比較厲害 他把他隱藏起來 隱藏應該還記得吧 按右鍵儲存格 這個範圍呢 你可以 把它隱藏 隱藏的話 按右鍵儲存格格式那邊 有個保護 把它隱藏 不要鎖定 鎖定就不能改 但是如果 不能改你把它鎖定 然後呢這邊有個什麼 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加上密碼 再一次 有沒有 不見了 這樣的話你就不知道 不過 你會發現 不能鎖定 不能鎖定 所以這個 記得 只能保護 只能保護密碼 但是不能鎖定 所以這個鎖定記得 不能打勾 不然他要改變 改不了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再到 保護工作表裡面 密碼當然不是必要的 不過建議還是加一下 不然的話將來 我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我剛剛那個 那個沒改到 反正這個地方可以做 隱藏公式 好 那鎖定不能鎖定 喔 我知道 這個我沒有 看看這邊有沒有保護到 那所以你要先把它全部 先把它 就是保護取消 記得 然後呢 全部 對 全部保護取消 再來做保護 不然的話他會變成所有的保護 確定這個範圍是隱藏 然後再保護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這個應該這個就沒有保護了 OK了 好 那這個當然 就是 兩個比較了 不過其實說真的 這個地方 主要我們重點 就是在這邊可以做下拉清 大家記得就是 開發人員裡面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